本章将介绍原子在金格缺陷处的扩散行为 我们将分两个部分来介绍 第一个部分是针对Grain Boundary的扩散行为 第二个部分则会介绍Surface跟Dislocation的扩散 什么是金体缺陷呢 基本上在结晶材料里面 金格的排列不是那么完美的地方 我们都把它称作是金体缺陷 那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一维的Dislocation 或者是不同项之间的界面 或者是材料系统的表面 或者是Grain Boundary等等 这些都是金体的这个缺陷 那通常在这些金体缺陷的这个地方呢 它具有比较高的能量状态 就原子而言 它具有比较高的能量状态 所以呢 它要克服的能量或是说它的Migration Energy 基本上比较低 那也就意味着它要比较高的Diffusivity 那通常在这些金体缺陷处的这个地方 由于它这个高的Diffusivity这个特性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把它称作是Short Circuit Diffusion 那考虑这个金体缺陷处的扩散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什么呢 基本上必须要注意到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沿着这个金体缺陷处的Diffusivity 比如说一般我们会讲Surface Diffusivity Grand Boundary Diffusivity等等 那另外一个呢要注意的则是 这一些金体缺陷处它所占的体积的比例 Volum Fraction到底是多少 举例来说 比如说高速公路它的速度很快 可是呢它只有一条两条 它的密度是很低的 那对于一般的Local的公路而言呢 它的速限是比较慢 可是相对而言它的路网是比较密的 所以当我们要考虑这个在材料内部的 这个扩散行为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金体缺陷的这个扩散行为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这两个部分 通常而言在不同的金体缺陷数 它的扩散速率是不一样的 那特别是原子在这些金体缺陷数 它的能量不一样 所以说它的Activation Energy也会不一样 所以藉由这个Diffusivity 对这个温度的这个导数 Log这个Diffusivity 对温度的这个导数 这个作图 这个斜率所呈现的 就是它的Activation Energy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 不同的缺陷 它的Activation Energy不一样 那我们也称 这一个通常具有不一样的 这个Diffusivity Path 不同的通道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呢 对于金格内部 XL代表是Crystal 这个Diffusivity in a Bulk Crystal 这个呢它的斜率通常是最大的 也就是具有最高的Activation Energy 或者是Barrier 那其实中间的这一边呢 则是Dislocation OK Dislocation的这个Energy Barrier 稍微小一点 那更小的呢 则是这个Surface Diffusion的这个部分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Activation Energy 或是Energy Barrier 会随你的Crystal Imperfection的这个种类不同 而有所不同 下面这一堂鼠所呈现的是 Polycrystal来材料内部的这个结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白色的这个Channel 这个是Grain Boundary 那这个绿色的部分是代表的是Crystal Grain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考虑蓝色的Grain Boundary Diffusion 跟这个黄色的Latest Diffusion 那就如前面所讲的 一般而言 你的原子在这个Grain Boundary的地方 它的能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相对而言 它的Energy Barrier比较小 那也同时也就意味着 它具有比较高的这个Diffusivity 那原子在扩散的时候呢 它可以是沿着Grain Boundary进行扩散 那也可以是 这个Crystal Grain 跟这个Grain Boundary之间 会这个来回的 就是会有进出 这个原子可能从Grain Boundary 跳进去你的Crystal Latest里面 Crystal Grain里面 或是从Crystal Grain里面 进入Grain Boundary 对一个多晶材料而言 我们如果说这个扩散的距离 基本上我们是用Diffusivity乘上时间 如果说这个距离呢 远大于这个Grain Size 这个经格尺寸的这个尺度的这个平方 因为DXLT是这个长度的这个平方 它如果说远大于 这一个经历尺寸的这个平方 那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要考虑 就是说一个Effected Diffusivity 也就是说扩散 可以同时经由Grain Boundary 跟经由Crystal Latest 那我们去考虑它这整体的 这个扩散行为 我们用一个 等效的这个Diffusivity来呈现它 那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 原子在这个Grain Boundary的这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我们要怎么来计算呢 首先我们先这个有一个假设 就是说你这个可以供原子跳跃的 这个位置的这个数目 是跟你的在这个特定的Diffusion Channel 特定的Diffusion Path上面的Volume有关 简单来讲 比如说在Grain Boundary 它所占的这个体积的这个大小 就是你的这个Available的这个Jump Site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估计 就是这个IILT它代表的是 在Grain Boundary的这个跳跃的 Available这个Jump Site的数目 OK 跟这个在Crystal Latest Available Jump Site的这个数目 基本上就是这个代表着在Grain Boundary的时间 跟在Crystal Latest的时间的这个Ratio 那这个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体积的话 Grain整个Grain的体积是S的三次方 那在这个Grain Boundary的地方呢 那这个Ratio呢大概是三倍的Delta 除以S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考虑 在Grain Boundary里面的Mean Square Displacement 这个我们在前面我们有提到的 这个Mean Square Displacement 是跟你的这个Diffusion的行为 是乘正比关系的 它会等于Db乘上IILT乘上T 那在Crystal Latest里面呢 就是DxL乘上 因为现在时间的话 是只有1-IILT乘上T 所以整体Total的这个Mean Square Displacement 就是这两个的相加 那一般而言呢 这个IILT通常会远大一 比如说Typical 如果是一个Micron Size的这个多金结构 那通常你的这个Grain Boundary Thickness 只有0.5个Nm 所以呢 在这边你可以考虑 这个Effected Diffusivity呢 就相当于是DxL乘上Grain Boundary Diffusivity 乘上这个Ratio IILT 3Delta除以S 这个就是Polycrystal里面的Effected Diffusivity 接下来我们再考虑 在多金材料里面的 这个Grain Boundary Diffusivity 我们根据这个扩散的长度 跟金格金粒的这个尺寸 还有原子跳跃的这个距离 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这个所谓的Regime A Regime B跟Regime C 那Regime A呢 那基本上我们也把它称作 Multi-Boundary Diffusion Regime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根号的底梯 就是它的这一个 这个扩散的这个长度 如果远大于S 所以代表了就是说 在时间梯里面 你的这个扩散 其实可以穿过好几个 这个Grain Size 这样的这个距离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也就意味着 其实你的这一个 Latest Diffusivity 其实跟你的这个 Grain Boundary相比的话 其实没有差太多 也就是说它 这个沿着Grain Boundary跑 跟沿着Crystal Latest跑 它都可以扩散到 那么长的这个深度 那第三个 我们先讲第三个 这个C Regime呢 我们把它叫做Core Only OK 我们也把它叫做 Boundary Only Regime 那顾名思义 就是说你的这个Diffusion 几乎都是沿着Grain Boundary 在跑 那这边呢 我们用尺度的这个概念来看的话 就相当于你的扩散的深度 在Crystal Latest里面的扩散深度 远小于你的Grain Size 所以你的原子几乎没有办法进入Crystal Latest里面 那 那甚至你的这个扩散的这个距离呢 连这个Landa都小 Landa是什么 Landa是Interatomic Distance 就是相当于是你原子一次跳跃的这个距离 所以它比Landa都还小 那就意味着它根本不会进入 几乎不会进入你的这个Crystal Grain 那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Boundary Regime 那至于B Regime呢 我们又把它称作这个Intermediate的这一个Regime OK 那Intermediate Regime呢 它实际上就是说 它的这个扩散的深度比Grain Size还来的小 可是呢 它又比你的Interatomic Jump Distance来的大 那也就意味着它有一定的这个机率 或者是说它有机会渗透 渗透进入这个Crystal Grain里面 一部分 OK 所以这个是刚好是介于在这两个A跟C的这个Case中间 那我们也把这个Regime B跟Regime C 这两个称作Isolated Boundary Diffusion Regime 因为当我们在考虑这个扩散的时候 你基本上只要考虑就是单独从一个Grain Boundary 扩散进去Crystal Latest里面 Crystal Grain里面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考虑就是说 来自于其他的这个Grain进行过来的这个扩散 那除了扩散深度的这个问题之外 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就是 这个Grain Boundary会不会移动 它是Stationary或者是Non-Stationary 那为什么我们要考虑这个呢 因为基本上当你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Grain Growth Re-Crystalization 这些都牵扯到你的这个Grain Boundary 会有移动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边一样借由你的扩散距离DXLT OK 现在是扩散距离的平方 跟你的Inter-Atomic Jump Distance Lanta之间彼此的关系 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区域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一边的话是代表的是VT 就是Grain Boundary移动的这个速度 我们来看 这个Grain Boundary移动的这个速度呢 如果说比Lanta还来的小 那就意味着你的这个Grain Boundary G乎是不动的 因为Lanta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个词 所以在这边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如果扩散的这个距离 这个平方比这个Grain Size的平方来的大 那就是A Regime Multiple Boundary的Regime 那如果说是比Lanta平方还来的小 那就是Core Only的这个Regime 那B的话就是介于两者这个中间 那这边我们有一些代号 就是说S代表是Stationary的这个Boundary I呢则是代表Isolated Boundary 我们刚才讲的B跟C都是Isolated Boundary 那至于XL跟NXL 就是代表你的这个Latish Diffusion够不够大 能不能在这个扩散的时间里面 穿透进入Crystal Latish里面 像这个B Regime 它显然的是有 那NXL就是代表没有Crystal Diffusion的这个Penetration 那再来呢 这个我们要考虑的 则是这一个 Moveing Boundary的这个问题 那基本上呢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这个区域 这里有一个斜的这个Boundary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仔细介绍 那当你的这一个 如果说你的Diffusion的Lens 相对而言是在上半部的话 就代表你的扩散的这个距离 会是比较长一点 所以它会有一定的几率 穿透进入这个Crystal Latish里面 所以是M IXL OK 那如果说呢 你的这一个 这个扩散的距离比较小 比Landa还带的小 这个部分就在这个斜线的下半部 那我们把这个称作是 这一个No Penetration的这个Case 那我们这个也是一个Isolated的这个Case 那可是当你的这个 如果说扩散的距离 跟这个 这个Boundary移动的这个距离 都比这个S来的大 那基本上外面的这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Multiple Boundary的这个Regime 那前面有提到 对于Moving Boundary而言 它的分界线是一条斜线 对于这一个LogDXLT 跟LogVT这样的这个做图 那我们现在就来考虑 就是说假设蓝色的这个部分 是Grain Boundary 前面有一颗Grain 后面有一个Grain 所以当原子沿着Grain Boundary进来的时候 它可能Deposit到前面 或者是这个Deposit到后面 那当然如果说 那Deposit在后面是比较多 那就有什么结果 你的这个Boundary 就会往正X的这个方向来去移动 假设它移动的速度是V 这样的这个情形 那我们来看 它在往前移动的同时 你的原子也会扩散 进入Crystal Latest里面 所以这一边的话 这个就是Concentration 对位置的这个做图 那你可以看到 原先的话一开始 T等于0的时候 可能是在蓝色的这个地方 那经过一段Delta T之后 这个Boundary 其实是往前移动了 那同时呢 你的原子也会扩散 进入这个Crystal Latest里面 那这个呢 基本上会follow一个 Exponential的这样的这个形式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计算这个东西呢 假设说这是一个 Cosite Steady State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它的Concentration Profile 不随时间而变 所以而且这个V是一个Constant Boundary移动的速度V是一个Constant 所以呢 进入前面的这个Grain的这个Flux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Fix First Law Dx Law乘上Concentration Gradient 那另外呢 还要再加上一个部分 就是Vc的这一个部分 把它考虑进来 那因为是Cosite Steady State 然后你的这个Flux的Divergence 必须会是为0 所以把这个带进来 这个为0就代表里面 这个是一个Constant 那这个Constant呢 就可以解除 你的Concentration的这个Profile 随位置改变的情形 是这个样子 那在这里呢 我们定了一个Parameter 就是Dx Law除以V 这个单位是长度的这个单位 那这个我们如果说 把它定成是Landar的时候 会有什么结果 比这个Landar 就是说代表它的穿透的深度 如果是比Landar还来的小 那我们就意味着 它几乎是没有Penetration 那如果比Landar还来的大呢 那我们就说 这个是有Penetration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为什么就是 对于Moving Boundary而言 M 它的这个分界线的话 我们会用DxL跟LandarV这样 因为你看DxL乘上T 就相当于是LandarV乘上T 所以这一个两边取Log 两边取Log LogDxLT跟LogVT 那它之间的这个斜率就是什么 就是E 所以斜率为E的这条分界线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Regime B的这个Grain Boundary Diffusion的分析 那这个有一个分析很有名叫做Fissures Analysis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CE图 它这个就是代表着 你的这边就是这个Surface 那这边的话是Grain Boundary 那这边是Grain 1 这边是Grain 2 那基本上呢 在原子 它的这个Concentration 它是维持在固定的值 我们这边用E来去代表CB等E这里 那它首先呢 因为一般来言 Grain Boundary的这个Diffusivity是比较大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扩散源 沿着这个Grain Boundary进来 那沿着Grain Boundary进来的同时呢 它会扩散到两边的这个Crystal Green 所以你可以设想 在这个Corner跟这个Corner 应该是浓度是最高的 然后呢 随着这样进来扩散进去 所以它的这个浓度是从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慢慢Decay 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慢慢Decay 所以这边所画的这一个黑色的斜线 你把它想成是一个这个Concentration的 这个Countour的Profile 就是它是相当于一个等位面的这个概念 这边是最高 然后慢慢降低 慢慢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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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当我们要去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 这个Diffusion Equation 我们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考虑是一个二维的这个情况 假设在Z的这个方向 是这个一定的 OK 那在这一边呢 它就相当于是 这个Flux 的这个Dervation OK Dervative 那我们考虑 在这个Grain 1跟Grain 2 它的这个Diffusion Equation 就是这个样子 那记住 在这边Diffusivity 是用Crystal Latest的Diffusivity 那另外呢 还有在这个Grain Boundary的这个地方 的这一个Diffusion Equation 那它呢 就是一样 就是Db 然后这是沿着Y方向的 这个Concentration的变化 不过这边我们做一个区别 就是Cb代表的是在Grain Boundary上面的Concentration 那在这一边呢 X的这个方向呢 我们是用这个负的Partial Jx Partial X 就像是负的Delta Jx Delta X 这样的这个概念 来去呈现它 那应该它想成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Grain Boundary相当就是一个水管 然后旁边呢 有许多的系洞 所以当水这样流进来的时候 这边系洞的话 也会慢慢排到两边去 OK 那就是Follow这样的这个概念的话 你的这个Delta Jx 实际上就是等于 你的这个在这个Crystal Grain里面的 这个Flux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的话 就是DxL Partial C Partial X 实际上就是在这边的这个Flux 那当X等于2分之Delta 就是在这个边界 正2分之Delta 跟负2分之Delta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Turn 就是你的这个Jx的这个Derivative 那这边呢 一样我们做一些这个变数的这个变换 OK X1 Y1 T1 这些都是Dimensionalist的这个Parameter 那我们可以把你的这个两个 这个在Grain的这个Division Equation 跟在Grain Boundary的Division Equation 分别写成是这个样子 那此外呢 还有所谓的这个Initial跟Boundary Condition 前面我们有提到 当T等于0的时候 基本上在Grain Boundary 两边在这一个任意地方的这一个Y 基本上都是等于0的 就是T等于0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的这个Division Spaces 进来 然后呢 当任意的这个T的时候呢 上面这一边的Surface 的Concentration 始终维持是在1 那透过这一个 这样的这个Division Equation 我们可以去解除 你的这个Concentration 在Grain Boundary 跟在这个Crystal Grain内部的 它的浓度的Profile 是怎么样子 那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会仔细介绍 那这边我们先秀一下 它的 那我们透过解上面的Diffusion Equation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这个解 就是沿着Y方向 这个基本上就是Grain Boundary 的这个部分 它的这个浓度是Follow 一个Exponential的一个函数 那在这个Crystal Grain的内部呢 它就是沿着X走的方向 它是Follow这个Complementary的 这个Arrow Function 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果 这个沿着Grain Boundary的这个地方呢 随着Y的这个增加 它是会慢慢Decay下来 这是相当合理的 那在时间比较短的时候呢 是浅蓝色的部分 然后随着时间的增加 它慢慢会逼近于 就是这一个 红色的这个虚线的部分 也就是说 当它达到Steady State的时候 你的Grain Boundary的 Concentration Profile 继续是不随时间而变的 像这个进行一样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在沿着Crystal Grain的这个部分 一样 它的这一个 随着X越来越大 就是深入你的Crystal Grain的内部 它的Concentration也会Decay下来 那在时间比较短的时候 是浅蓝色的部分 然后时间增加的话 它会慢慢上升 那这个部分代表的 就是你的 这一个Grain Boundary的 地方的Concentration 在前面 在前面我们有介绍过 对于一个Bulk的 这个Polycrystalline material的话 它的Effected Diversivity 我们可以表示成这个样子 那这边有一个 这个Delta over S 这个Ratio 它呈现的 就是代表你的这个Grain Boundary 它的这个Volum fraction的部分 那现在呢 我们来考虑一个 是薄末的这个Case OK 假设说从上市图来看 就像这样的 这是简化的 就是一颗一颗的 这个Square的 这样的这个Crystal Grain 它它的Dimension是D 那厚度呢 是L 厚度是L OK 所以呢 假设说 现在是Core Only的这个Regime Regime C 所以它几乎不沿着 这个Crystal Grain 进行扩散 它主要都是沿着 这一个 Grain Boundary 进行扩散 那所以呢 在这一边呢 我们假设 就是说N代表的是 Number of Atom Accumulated at the Backside of Film Per Unit Area 也就是说 这一个在背面的地方 假设说你的扩散源 是在这个上面 Top Surface 那接着呢 在这个背面 Button的这个地方 你的这个原子的密度 Area Density OK Area Density 那你的这个 底N底T 那就相当是一个 Flux的一个概念 因为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 有多少原子 累积在这一边 那它会等于什么 它是JB JB是代表 Grain Boundary的 Diffusion Flux 那它乘上什么 它乘上一个 Volume Raction Volume Fraction 所以它是等于 D加Delta的平方 减掉D的平方 除以D加Delta的平方 所以呢 现在这时候 Ratio会变成是 两倍的Delta 除以D 那接着呢 你的这一个JB 我们把它带进来 它就是Grain Boundary Dificibility 乘上沿着Grain Boundary的 这一个Concentration Gradient 那最后你可以化成这个的结果 那在这一边呢 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 你去 在这个X等于0的这个地方 它的这一个浓度 跟在这个X等于L的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浓度 之间的这个X 除以L 那就相当于 它的Concentration Gradient 然后呢 这一个 它会跟你 在这个背面 所累积的 这个原子的 这个 Density会有关系 那假设说 我们考虑 就是说 在Initial State 就是说 T趋近于0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CBL 也趋近于0 几乎是没有嘛 所以这时候呢 根据你的 这个量测的 DNTT 还有这些参数的话 你就可以去求出 Grain Boundary的Diffusivity 跟Grain Boundary Thickness 这个的Product 到底是多少 那这个方式 这个这样的这个式子呢 有助于我们去 实验上去决定 你的这个Grain Boundary的Diffusivity 那在这个Grain Boundary Diffusion 这个最后呢 我们针对这个 Grain Boundary Diffusivity 的Mechanism 为什么它会那么跨 我们的这个机制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说明 基本上呢 这个Grain Boundary Diffusivity 的这个Mechanism 还是没有这个 Well Defined OK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在Grain Boundary的地方 它的这个原子结构 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你很难就是用 淡立一个像前面 Crystalated Diffusion 那样的这个机制 来去说明它 那可是一般而言 这个我们 大家都能够接受了 就是说 这个Grain Boundary Diffusivity 你可以把它视为 是一个Defect Mediated 就像前面这个Vacancy 或是Interstitial Defect Mediated 的Diffusion一样 OK 它基本上呢 就是因为有这些 大量的这个Defect 在Grain Boundary的地方 所以导致它的这个Grain Boundary 这个Diffusion 这个是非常快的 那接着呢 这个由于你的这一个 这个在Grain Boundary的地方 有那么多的这个Defect Sites 所以它原子是 在不同的这个Defect Sites 之间去进行移动 所以呢 它会有不同的 这个 由于有不同的 这个Defect Formation Energy 所以它的Atomic的 这个Migration Energy 也不一样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这个 Activation Energy 也会跟着不一样 那所以在这种情形呢 严格来讲 我们很难针对 Grain Boundary Diffusion Assign一个 单独的Activation Energy 因为Activation Energy 代表的是它的 单一的这个 扩散的这个机制 那Grain Boundary 既然它那么复杂 有不同的 Diffine Mechanism Diffine Formation Energy 的话 你就很难去 Assign一个 单独的Activation Energy 所以在这边 一般我们会用所谓的 Effected Activation Energy 来去呈现它 那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说 不同的Diffine Mechanism 它可能会是 在不同的温度 被Activate OK 也就是说 可能在低温的时候 是某一种机制Dominate 在高温的时候 是另外一个机制Dominate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当你去Log D 对T分之一去做图的时候 这个斜律不见得 是单一直线 它有可能会是有 不同的这个 这个斜律 那就意味着 它有不同的Activation Energy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会针对 就是在小的 某一个特定的温度范围里面 它的Effected Energy Barrier 或者Effected Activation Energy 到底是多少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Dislocation Diffusion 那基本上呢 Dislocation Diffusion 它其实跟Gran Boundary Diffusion 是蛮类似的 只是说一个是 One Dimensional Defect 一个是 Two Dimensional Defect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边的这个示意图 我们把它设想 假设说你的扩散源 就是绿色的这个部分 从上面 然后往下扩散 那你这一根一根的 这个长长的 这个就代表的是Dislocation 因为沿着这个 Dislocation 它有比较高的Diffusivity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画做一个图 就是去量测 就是不同的剖面 去量测它的这个浓度 我们会发觉 就是用C对C Surface 就用Surface Concentration 来做一个Normalization 那对这个Penetration Depth 去做图的话 那你会看到 就是说 这一个基本上 它是一个 呃 会有这个 长长的一个尾巴 OK 那这个长长的尾巴呢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Diffusion Tails OK Diffusion Tails 就是预期如果说没有这些Dislocation存在的话 照理说它本来应该是像这样 因为基本上像是一个Exponential Decade 这样的这个形状 那这个长长的尾巴表示说 它扩散的这个 比预期的这个深度 还来的大 OK 那这个呢 就是因为是来自于Dislocation的作用 那Surface Diffusion 沿着Free Surface的这个扩散 那基本上 它也是跟Grand Bound的类似 只是说 它的Activation Energy 是更低一点 那你可以把它视为 就是说这个扩散是沿着这个表面 你把它视为 就是说它有一层薄薄的 这样的这个这个界面 它这个Channel 它的厚度大概跟这个Atomic Size 大概是相等的 OK 那这一边的话是 这个早期我们实验室的这个研究 基本上这个是在TEM之下 去看这个Crystal Copper的这个表面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这个有一个这个Crystal Grain 就是有了这个金格 这是Atomic Image 所以随着这个电流的这个作用 那我们前面有介绍过Electron Migration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原子 原子影像逐渐消失 原子影像逐渐消失 到最后这个是完全不见 那这边呢 基本上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示意图 就是说代表了你的这个原子 它会沿着特定的这个方向去这个扩散 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Crystal Surface Diffusivity 其实是具有这个Anisotropic这样的一个特性 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很明显的沿着这一个011的这个方向呢 它是一个Diffusion Channel 所以原子受到电子流的作用 那倾向于是往这个方向来去跑 那Surface Diffusion 除了是在这个 晶体的这个表面进行扩散之外 另外它有可能透过所谓的 像Interstitial C一样的 这个Diffusion Mechanism 这个是一个Surface Claudian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看到先看右面的这一张图 这一边代表着 这一个黑色的是正常的 Latest Atom 那这一边呢 就是 这个浅灰色的这个部分呢 代表就是说 本来可能就是有这一边 这个这些的这个原子 那现在多塞了一个原子进来 OK 所以我们把它叫Claudian 就是好像挤进去一个原子 那挤进去原子 当然意味着你的这个能量在这边是比较高的 OK 是比较高的 那这边就相当于是一个Interstitial的这个Diffusion 在这里面 那透过这个Interstitial的这个Diffusion呢 跟周围正常的原子之间的交换 它就能够进行扩散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Surface Diffusion的这个行为 那这边的Hopping 这个是比较像我们前面的 其实是在表面这样跳跳跳的 那这个Kick Out 它就有可能是进入这个Interstitial的位置 就是Interstitial C这样的这个位置 这个Diffusion 那最后的话我们针对这个Diffusion Along Crystal Imperfection 在这个经体缺陷地方的这个扩散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Summary 那Crystal Defect 通常都是一个Fast Diffusion的这个Channel 因为它的Diffusivity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当我们要考虑到就是Effected Diffusivity 或是所谓的Apparent Diffusivity的时候 你必须要考虑不同的扩散路径 包含Crystal Latest 包含Crystal Imperfection等等 那在这一边呢 如果说这个不同的路径列入考虑的话 你就要考虑那个路径specific的Diffusivity是多少 还有那个路径它所占的Volume Fraction是多少 那把这些综合起来考量起来 你再能够去做去计算就是Effected的这个Diffusivity 那最后呢 这个不同的Crystal Defect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不同的扩散路径的话 会导致不同的Activation Energy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只会是针对在比较小的温度范围里面去探讨 就是说它的Effected的Activation Energy到底是多少